这一撞让三人李志线全断扭打成一团 挥拳护殴还不断爆出口 七七车的男子被两人打倒在地 大马路上上演全五行 只是因为要丢这包垃圾 二十二日晚上凌晨一点多 永和知名乐华夜市已经收摊 大批清洁员在收拾 三十八岁的游戏男子却带着自家垃圾 硬要丢给清洁员双方爆发冲突 我都录影了 不用紧张 我都在那边录影了 民众让不能丢啊 民众让人自己去丢的啊 警方获报赶紧到场制止 将游戏男子带回 清洁员表示他们是摊商聘雇 只收夜市的垃圾 并非环保局的垃圾车 才会拒绝男子的私人垃圾 男子没搞清楚状况 为了一包垃圾 失控打人冲撞 两名清洁员已经提出伤害高速 记者林志峰 黄灵珊 新北报导